在达仁安硕国小 由于校园的周围并没有高墙围住 外来者能够轻易地跨入校园 不过学校仍会对民众进行量体温 调查有无出国史的作为 而教育处也公告校园防疫的重大措施之后 校方也在前后门张贴告示牌 暂停对外开放 并且停止校园内的各项团体活动 积极地做好防疫的措施 安硕国小的防疫工作 从还在寒假阶段 就请教师提前了解学生们的身体状况 也在开学后关闭后门 民众家长与学生一律只能从正门进出 并进行量体温以及调查有无出国史的作为 最近有没有去国外啊 没有 学校的侧门就是现在是不开放的 那一切都要由正门进入学校 进入学校并在办公室前登记 量测体温 再来就是我们在其实在量测的门口 就是正门跟测门都已经粘贴 防疫期间校园暂停对外开放 然后请民众配合 而在二日教育处公告校园防疫重大措施之后 校方也在接获命令时赶紧在校园前后门张贴告示牌 并暂停对外开放 也停止校园各项团体活动 避免人群聚集成为防疫缺口 3月3号接到教育处的指示 就是说重大的一些活动都要延期办理 包含学校本来在4月1号的校庆运动会 那还有3月18号的达人乡 乡教育会 还有我们3月4号的家长大会 及班清会 其实都已经取消或延期了 那改为像家长大会跟班清会改为书面通知 跟线上的分享 周一到周五学校上课期间 学校落实量体温 并加强宣导学生勤洗手 周末也将派值班教师巡视校园 做好校园防疫工作 这条杰达人相报道 我们今天认为您做出席的区别人 这条杰达人也不需要 我们今天认为真的跟大家手足加进行